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个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聊脂肪肝 在青医生的门诊里边,有很多年轻的小伙子 有很多青中年人都有脂肪肝 因为什么呀?过度肥胖 很多人不以为意 七个医生呢,劝诫赶紧减肥控制个脂肪肝 可是很多人呢,并不在意 认为脂肪肝嘛,也没什么,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么今天青医生就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脂肪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 来看一篇文献 最近呢,一向新店就发现 如果在45岁前有脂肪肝的话 那么多年以后患癌症的概率 比其他人要大很多 是真的吗?我们来看 脂肪肝呢,会导致人体代谢紊乱 脂肪呢,在细肝脏 在肝细胞内的代谢 还有这个转运出现了异常 加上过度的减肥 或者是营养不良 就会导致肝脏代谢的 这个脂肪酶出现异常 这个脂肪酶出现异常以后呢 就会出现脂肪堆积的情况 从而形成脂肪肝 好,最近一项发表在 美国医学会的子刊 非常有名的期刊 我们叫加玛 J-A-M-A 加玛Network Open研究上发现 在45岁以前 患上脂肪肝的人 将来多年患各种癌症的风险 会更大 记住了 这项研究来自于 我国首都医科大学 服属北京 世纪台医院 对6.3万名的中国人群 进行长期的跟踪分析 在10年随访期间 共发现癌症是2415例 一定要记住三个年龄段 这三个年龄组 你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小于45岁 一个是45岁到54岁之间 还有第三组是55岁到64岁之间 这三个年龄组 如果确诊脂肪肝的人 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看这个结局 第一个 整体化癌风险分别升高 52% 50%和13% 第二个 消化系统癌症风险分别升高100% 94%和13% 第三个 肝癌发病的风险分别升高 166% 116%和27% 第四个 肺癌 肺癌发病风险分别升高 114% 97%和31% 第五个 截止肠癌风险分别升高 105% 189%和5% 最终发现什么呀 最终的整个的研究发现 如果能避免在45岁之前 换脂肪肝的话 后半生换癌的风险会减少 17.83% 所以说年轻的人们 还有中年朋友们 对于脂肪肝 您还不在意吗 那么逆转脂肪肝 要做到什么呀 三不要 第一个 不要长期饮酒 长期的饮酒 会加重脂肪肝的一个发展 酒精性的脂肪肝 第二个 不要长期的节食 吃素 过度的节食 可以导致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反而会导致脂肪 在肝脏的堆积 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第三个 不要乱吃药 很多药对肝脏都有损害 容易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如何逆转脂肪肝呢 做到三个注意即可 第一个 限制糖的摄入 热量的摄入 第二个什么呢 多吃膳食纤维 蔬菜水果 第三个 规律的进行体育运动 控制自己的体重 好 那么今天 您是否了解脂肪肝的危害了吗 您对您的脂肪肝 还是依然的 还是依然的那么不屑一顾吗 好 也欢迎大家 关注邱医生 我们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